哈喽,大家晚上好呀,我是小杨 今天是双十一 也是我最忙碌的这几天 因为是年底了我们 就是生产任务比较壮 这几天我除了吃饭上厕所 基本都是在车间里面 平时还经常去到处逛一逛在厂公司里面 今天反正就是现在我才干洗了澡 干洗衣服 现在躺在床上 应该是靠在床上 因为我的腿真的是太痛了 还有这个手肘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同事说是什么发言我不知道 他叫我有碰的话去看一下 今天我在车间里面 干活干到八点钟才出来 吃饭都是我同事帮我留的 到七点半才去吃饭 然后又接着去车间里面 干活又接着来 这个办公楼打扫卫生 真的是没办法 为了生活 我前身到处都痛 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往前走 因为因为为了生活嘛 也没办法只能说 我好多朋友都说为了几百块钱 每天就是晚上来打扫卫生 那么拼干嘛 我不拼不行啊 因为都是被生活所破的 没办法 只能 只能 往前了 往前冲啊 只能像这种 这两天除了早上出去 走一圈 基本上都是在车间里面 今天晚上我也没回家 这星期只回了一次家 都是在公司里面 现在我已经 反正是全身都算痛 太累了 刚才洗衣服的时候 都差不多要睡着了 然后又脱了自己 现在头发都还没干 咱做一下就要睡觉了 因为明天我要早起 我还有好多事情都没做完 就是车间里面 反正我感觉我事情太多了 不当然是车间里面 每一个部门好像有事情 我都有 我都要参与一下 感觉就是 不是身体累 就是心理更累 反正就是 这段时间 其实这段时间 就是身体 已经完全透支了 我感觉 我朋友都跟我说 看我是整个精神面貌不太好 就是很疲惫 我跟他说就是睡不着 怎么会不疲惫 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三点多 明晨三点多就醒过来了 然后就一直 一直睁着眼睛到六点多 然后就起床了 起床就去外面 就半个小时了 所以感觉我就是 整个人就很疲惫 这段时间 不是这段时间 是一直都是这样 因为睡眠质量真的是太差了 本来刚才说 用吹风去吹一下头发 但是我的头发已经太少了 所以我让他自然的晾干 去楼顶上 站一会儿 已经差不多要干了 现在也打算准备睡觉了 因为现在就差不多是一点钟了 也蛮多 十二一一二三 最多睡四个小时 又要醒过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都是一些无聊的话题 都是听我在唠叨 好了 不说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